对于于飞鸿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如果是二十年前的话,于飞鸿可是火得一滩糊涂,于飞鸿出演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只是时过境迁,于飞鸿比以前拍戏的频率少很多了,再加上于飞鸿平时比较低调,也没有什么绯闻, 所以大家对她的关注比较少,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被誉为气质女神的她把于飞鸿还小的时候出演过影片竹闪光的彩球党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于飞鸿活活可爱的形象,让很多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的小李飞刀正是经典,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中于飞鸿的表现十分精彩,塑造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这部作品至今都没有被翻盘, 讲必难以超越的于飞鸿也为后人翻拍,造成了很大作爱吧,从新出道的于飞鸿事业上一直都很顺利,但是如今47岁的她还是单身一人,对于这样的状态,于飞鸿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她反倒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单身与婚姻对她来说是一个选择题,她尊重让自己感到舒适的那个选择,生活中的小事亦是如此, 所有的事情于飞鸿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随性而优雅,如今47岁的于飞鸿,虽然没有常人眼中的幸福婚姻生活,但她的人生依旧精彩,于飞鸿之所以能够成为气质女神,这与她对待一切事物,随心所欲的态度也密切相关,遵从内心并坚持本心,正因如此,内心甜蓝的于飞鸿也让岁月在她身上留下最少的痕迹, 尽管已经47岁,但不管是和一线明星,还是气质模特站在一起,于飞鸿气场完全不输他人,甚至和干红笑话相比,于飞鸿颜值身材也不落下风,如今的于飞鸿是演员,是导演,但最终他做的更是他自己,他希望自己的一生平凡而充实。